迎接2024元旦新竹市政府早上七点半 在市府前广场举行元旦升旗典礼 由新竹市长高恒安率领市府一级主管 带头与民众一起唱国歌 回顾过去市政的一年 高恒安充满了感性与感动 他细数一年来的市政成果 感谢市民朋友的鞭策 也感谢议会的支持 让市政工作可以顺利投机 从交通改善到教育 到社会福利的政策 那透过这一个元旦的升旗的时间 让更多市民朋友能够看得到市府的一个努力 还有新竹市正在进步与改变的一个动机 所以呢在这边也很开心 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做元旦的升旗 尤其呢有很多的市民朋友 包含我们所有的市府团队 其实昨天都是经历过这个跨年夜 所以大家呢很特别就是说 昨天跨年跨完之后 然后早上呢又都非常的准时的起来升旗 所以我相信呢 这也是我们113年一个非常好的兆头 那当然也是祝福我们中华民国国泰民安 新竹市市政昌龙 还有新竹市民呢都能够健康幸福 一年的时间转眼即逝 从就职到2024元旦新年 高宏安已经就职满373天 这些日子他面对了不少困难 也克服了许多问题 虽然一年来做了不少事情 但高宏安也认为更重要的是未来 在未来的一年他也希望秉持初衷 继续为新竹市民打造更友好 宜居的生活环境 我在这边跟大家承诺 恒安没有变 恒安也会持续进步 持续努力 感谢市府同仁的努力付出 也感谢新竹市议会的监督 更感谢所有广大市民朋友的支持 与信任 是大家的陪伴 让新竹市政府接住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关心 也牺手走过了许多风雨 未来我想我只有满心的感激 也只有未来我们必将继续努力 继续前行 加倍努力来回报大家的支持 新竹市政府元旦升旗 许多民众一大早就来排队 不只看国旗 也欣赏新竹女中仪对 等在内的团体表演 迎接崭新的2024年 每个人都充满了希望与未来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导